第九十九回 陸小鳳要跟胡蘇佬賭一局 其實他這次回來 很多人在裏面等著他 尤其是賭場的老闆胡蘇嵐 胡蘇嵐現在 坐在裏面 欣賞自己的雙手 他的雙手保養得很好 手指甲修剪得很乾淨 手指很長很尖幼 不單是很好看 亦一定是很靈敏 這時候 這雙手放在桌上 方玉香、菇蟲、青竹、寒梅都看著這雙手 不過各人的想法都不同 方玉香覺得這雙手很靚、很乾淨 不過有誰知道 這雙手看著這麼乾淨的手 做過多少糟糟糕的事 殺過多少人 除過多少少女的衣服 方玉香又想起 這雙手第一次除了他的衣服 摸他的那種感覺 連他自己也分不出 究竟是一種什麼感覺 碎寒三友他們心想 除了摸女人和摸牌之外 這雙手還做得什麼呢 這雙手怎麼看都不像是練過功的手 不過陸小鳳那雙手都不像 胡蘇嵐自己在想什麼就沒有人知道 就在這時 方玉飛進來了 他說 他來了 方玉香就問 為什麼不進來 噢 剛好他見到那隻水魚 想進來才進來 韓梅聽到就說 哼 原來 他不只是好色好酒 還是個好賭鬼 啊 方玉香呢 他掘了方玉飛一眼 然後說 你就是這樣的人 哦 那天下烏鴉一陽黑 我們男人沒有個好人的 各位 這句說話本來是女人 最喜歡用來罵男人的 哈 方玉飛居然自己是罵自己 那方玉香聽了之後就笑一笑 整個好妹妹那樣 好疼大哥的 胡蘇嵐就突然問 那隻水魚 是什麼人啊 方玉飛就答 是個關外來的彩心客 姓張叫張濱 叫張濱 哦 這個人 是不是留著彭胡蘇的 是啊 嗯 那你就錯了 這個人 不是彩心客 也不叫張濱 他是個保錶 姓趙 叫做趙君母 啊 那是不是那個黑玄壇趙君母啊 沒錯 什麼他以前來過嗎 經過這裡的飆客 十個穿 九個都來過了 他以前 就是光明正大地來 這一魂 為什麼要化妝呢 你為什麼不去問他啊 講完 胡蘇嵐 胡蘇嵐就放下對手了 不過 孤松先生呢 他伸了隻手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陸小鳳這時候進來了 孤松攤大手板 他說 你來 陸小鳳笑了笑話 哈哈 什麼啊 要錢啊 哎呀 那真的不是時候了 我剛才把身上的錢輸得乾乾淨淨淨 清了袋了 哼 你本來 好像是想去贏人錢的吧 唉 就是因為我想去贏人的錢 所以才輸清光 凡是賭都是的 越是想贏人錢 手氣就越差的了 你不是告訴我 羅撒牌也輸賣給人家嘛 啊 哦 那如果羅撒牌是在我身上的 我一定輸賣就行了 嗯 不是羅撒牌 不在你那裡嗎 本來就是 現在呢 現在就不見了 啊 你說什麼啊 做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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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說 羅撒牌就不見了 不過幸好 我個人呢 就沒有死到 你為什麼不去死 啊 因為 我還打算幫你拿回那塊羅撒牌回來 你拿得到嗎 啊 啊 如果你一定想要我隨時都可以拿回 只不過 我勸你還是不要 不要 好過要 找一盞 只能夠生氣 為什麼啊 因為那塊羅撒牌又是假的 我一共就找了兩塊羅撒牌 可惜兩塊都是假的 我第一次是從冰河裡炸出來的 我們姑且就叫他做冰河牌 第二次我是用馬鞭 從楚楚的手上搶回來的 我們就不妨叫他做神鞭牌 啊 慢著 神鞭牌是李霞偷走的 被陳靖靖用冰河牌換走了 那就是神鞭牌絕對不會是假的了 哼 我都覺得他不應該是假的 不過他偏偏就是假的 你說巧不巧 哼哼哼 你怎麼看得出羅撒牌是真還是假 我本來都看不出的 不過偏偏都被我看出了 因為這麼巧我有個朋友叫做朱亭 神鞭牌這麼巧 就是他偽造出來的 嗯 你說的 是不是那個外號叫做大老闆的朱亭 對了 這個人懶到出執 又聰明到沒有人有 無論什麼古怪的東西 他都有能本事做得出來 偽造書畫、玉器這些東西 更加是天下第一高手 各位 講起朱亭這個人 綠小鳳的精神 因為朱亭不單只是他的好朋友 也都是他的老朋友 在丹鳳公主那次事件中 如果不是朱亭 唉 陸小鳳怕直到現在還被關在青衣樓後面那個山洞那裡 顧松又說 朱老闆 不是你的朋友嗎 是啊 那神鞭牌是他偽造的 你有沒有問過他啊 沒有啊 為什麼 我跟他 我跟他起碼有兩年都沒有聊過了 嗯 嗯 我不管那麼多 神鞭牌真也好 假也好 我都要親眼見一見 行 如果你都要看的 我隨時可以幫你找回來 去哪裏找啊 就在這裏 啊 還在這間屋裡 現在你看不到 不過 等我吹熄了燈 念起咒語 再點上一盞燈 那塊玉牌就會自自然擺在桌上 胡蘇嵐聽了之後笑一笑 方玉妃也笑一笑 唉 這麼荒謬的事誰有人相信 你以為你陸小鳳是神仙啊 是吧 方玉香呢 也忍不住笑著說 哼哼 誰會相信你這麼說啊 陸小鳳就說了 起碼會有一個人相信 誰啊 我 顧蟲就突然站起來 翠色了桌面點著的那三盞燈 三盞燈關了之後 房子就真是黑到身手都不見五指 陸小鳳 哎呀 果然開始喊喊喊喊 念念有詞了 不過喊來喊去都是得那幾句 什麼 老河口 老河口同德湯 馮家老婆盲風 老河口同德湯 馮家老婆盲風 陸小鳳是整鼓造怪 說到懶神秘怪異 那屋裡頭是靜茵茵 幾乎連對方心跳都聽到的 其中有一兩個人的心跳得越來越快 但是陸小鳳的咒語 亦都越講越快 到後來 他突然大喊一聲 開啦 立刻有盞燈就亮了 哇 燈光底下 竟然見到一塊肉排 每個人都覺得很神奇 陸小鳳就得意得不得了 看著他們說 怎樣 喊喊喊 現在你們相信 顧重就說 快肉排 又沒有腳又沒有翼 不會是自己走進來 或者飛進來的 那當然不會 那又怎麽來的 那又不關你的事 你如果問得太多 說不定他自己又會飛走也未定 各位 其實他絕對不會自己飛走 就好像他自己不會飛來一樣 不過 孤重真的沒有再問下去 那當然 東西都到手了 無謂說打爛沙盤問到督 那他看著桌上那塊肉排 就不單止不問 亦都沒有伸手去拿 喊 這塊肉排 是玉天寶輸了給胡蘇嵐 又被李霞偷走 再被陳靜靜換了 再經過楚楚 綠小鳳和丁香伊的手 最後究竟是誰拿了呢 現在是誰拿出來的呢 燈光底下 這塊肉排 雖然就晶瑩結白 但是 其實早就被鮮血染紅了 十個人的血 他累死十條命啊 孤重嘆了一口氣 他說 唉 這些人 死得就太過冤枉了 胡蘇嵐問 胡蘇嵐問 哪些人啊 那些為他死了的人啊 這塊肉排究竟是真還是假的 是假的 這塊肉排上面 刻著那些公仔呢 的確可以亂真啊 不過肉質 哎呀 爭得太遠了 胡蘇嵐一聽 另轉頭就看著陸小鋒 他問說 這塊 就是你從靜靜 楚楚手上搶回來的 是啊 唉 他還年輕 又聰明 本來都有好好的前途 誰知道 被這塊偽造羅莎牌害了他 哎呀 何苦呢 他這樣做 是因為他怎麼都想不到這塊肉排會是假的 他人很仔細 就算有少少懷疑 都絕對不會這樣去冒險 這一魂他沒有懷疑 是因為他知道這塊羅莎牌的確是李霞從你這裏偷走的 當時說不是他都在旁邊 照你這樣說 李霞偷走的那塊羅莎牌 就已經是假的了 沒錯啊 那真那塊呢 你問我啊 那隻碟裡有一個包有一個饅頭 我吃了一個樂土 那包還在一個碟裡 那是為什麼呢 你說 那是怎樣啊 那是你吃了樂土的那個是饅頭 所以那包就剩下一個碟裡 我嘛 沒錯 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李霞偷走的那塊羅莎牌是假的 陳正正換的那塊也是假的 那真的羅莎牌去了哪裡呢 哈哈哈哈 這個問題 就像跟碟裡的包那麼簡單 就是說 他們那塊羅莎牌也是假的 真那塊羅莎牌還在你胡蘇藍道 那你故意製造一個機會 就讓李霞偷走一塊假的肉牌 裝他進去 原因就因為你想 脫掉李霞 因為他老了 你不喜歡他了 你趁這個機會 讓他自己走到遠遠 而且以後都不敢再回來見你 你知道李霞和丁香伊是兩母女 你算盡了李霞偷了之後 一定會去找丁香伊 這個就是你計劃中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逼我千里迢迢 去追尋這塊假的羅莎牌 是嗎 陸小鳳一卵嘴這樣說 胡蘇藍聽到一聲都不出 他個人一表示聞 似乎就不懂發火 方玉香聽到這裡 一點表情都沒有 慢慢站起來 在後面的櫃裡拿了個禁杯出來 用一塊結白的絲巾抹乾淨它 然後倒了杯酒遞了給胡蘇藍 胡蘇藍接過這杯酒 又輕輕摸摸方玉香那對白亂的手 這是他們兩夫妻的交流 陸小鳳又繼續說 這樣 即是說我就算找不找得到羅莎牌回來也好 找到回來的羅莎牌是真也好 假也好 都不關你胡蘇藍事 因為你已經把責任都推給我 賴我了 羅莎牌如果在我手上出了問題 那碎寒三友就會找我算帳 我就白辛苦擔風險 你就韌韌腳在這兒彈世界 我就辛辛苦凍餐死 到正月初七 就算有人想揭穿你的秘密都遲了 因為到時你已經是西方羅莎教的教主了 姑從聽到這兒六大雙眼看著胡蘇藍 她說 可惜 現在你還不是我們的教主 你是一條網中魚啊 胡蘇藍答 可惜 我都覺得可惜 六小鳳問 你覺得可惜的是什麼呢 可惜 我們都瞎了眼了 只有瞎了眼的人才會交錯朋友 我交錯朋友嗎 錯得很離譜啊 那你呢 我還錯過你啊 因為 我不單止交錯朋友 我還 娶錯 老婆 老婆這兩個字還沒說完 她閃電這麼快就出手 一納納著荒玉香的手碗 她說 我 你出來 放玉香 嚇到臉都青了 她說 我又不知道真的羅撒牌在哪裡 你叫我怎麼拿出來 我要的 不是羅撒牌 我 那是什麼 胡蘇藍就答不出 因為她已經說不出聲了 她的臉突然扭曲變形 方玉香就很驚悄地看著她說 哎呀 你 你 你究竟要什麼啊 胡蘇藍摸著嘴 額頭 白痘那麼大顆汗流下來 方玉香就好像很溫柔 很深赤地說 哎呀 我是你老婆 你要什麼我都給你了 你為什麼生氣成這樣呢 胡蘇藍挖著她 眼角那裡 哎呀 突然之間就裂開 鮮血從她的眼角 嘴角 鼻哥 耳仔流出來 不過 那些血就不是鮮紅色的 是橙綠色的 接著她整個人都坐不穩 一停停起 打倒吞 翻白眼 啼啼聲下 這樣就踏低了 好了各位 這個銀歐賭場的老闆 究竟性命如何呢 我就聽日治講了